这个十分讨论厌的家伙 叫展月 我从小到大的邻居 同班同学 还有沙包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我摔坏 好好一个人 弄是长成了一个二傻子 左岸就不一样了 他聪明 勤奋 专注 不会在学习之外的地方 浪费一分一秒 我每天都能在这里看见他 坐在车里经过 胡小马 你天天站着储着忘什么呢 能见钱啊 小童 我先帮你 站住 晓月 你没事吧 没事 小马你平息了 危险 小马 小马 救手 小马 你别跑 不要动 让开了 站住 左岸 小马 小马 你知道不知道 这个很危险 你这个人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人 你给我站住 站住 庄叔 停车 你神经病啊 唯一破钱包追我五条街 我爸说了 高三了 高三了 不要打架 我也对自己说 顾小马呀顾小马 你不只是女侠 你还可以是淑女 但你让左岸看我像母夜叉一样 就在你屁股后头 好 还有我的发卡 我精心准备的 看起来我一种可爱的发型 你叽叽歪歪什么呢 我说你们 该死 好 小马 你终于回来了 给 以后啊 一定要管好自己的东西 谢谢 今天真正太谢谢你了 没事 我们习武之人 路见不平 理应拔拳相助 谢谢 再见 小马那个小偷呢 在箱子里躺着呢吧 可不止一个 我今天一对四 全部了当 厉害吧 你以后还是别做那么危险的事了 我知道 小月 你果然是我的好朋友 担心死了 让我看看哪儿受伤了没 没有 书包 书包开了 什么 这东西呢 什么东西掉了吗 就是 就是一个 一定是掉到那边去了 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你是不是没带啊 不可能 我就是怕我爸发现 特意放到书包里带着呢 你爸发现了 到底什么呀 就是 就是一个粉红色的笔记本 一会儿丢了我就不活了 笔记本 我刚刚看到 展月拿着一个粉色的笔记本 是不是 什么呀 这